烏克蘭上個月就毀了15套的 薩姆300 薩姆400喔 一個月就沒了15套 防空武器被端掉了 端掉以後你什麼都沒有 你還要掉新的貨來 對 而且他現在還把這個薩姆500 他們還在驗證之中 把它放在克斯大俠 西方世界要給這個烏克蘭的F16 現在根據統計已經來到116架 俄羅斯的空軍啊 包括說蘇35啦 蘇30 大概完全沒有辦法阻擋了 踮在前腳才剛剛離開俄羅斯 他才去拜訪北韓 去拜訪越南 沒有想到 他的後院馬上的失火 我們看到現在火光四射 在亞蘇海周邊的亞蘇鎮的除休 還有克拉斯諾達爾的利油廠 全部都被轟炸 而且這個轟炸的威力非常的嚴重 你看到現在這個火光漫天 而且這個火光這個火 延燒到在周邊 那你想說只有在南邊嗎 沒有 現在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 重要軍工集團 蘇霍伊的設計局 它的大龍也傳出了大火 現在俄羅斯幾乎已經沒有能力 去阻擋蘇 烏克蘭的長城火力 現在烏克蘭它透過了無人機 它透過了長城的火炮系統 它居然幹嘛 我想打哪裡 我就打哪裡 就算是離邊界有五六百公里之遠 也都在整個 是烏克蘭攻擊範圍內 更誇張的是 現在俄羅斯已經很多的上300 400被打到已經沒有防禦能力 它現在防禦能力居然還要從千島群島這個地方 去掉這個所謂的上300 掉上400過來 更誇張的是烏克昌斯克 這個地方我們已經講過了 它很多的部隊一個一個的被包圍 一個一個被殲滅 而這個殲滅的行動 竟然還是現在進行事 好 剛才講 普丁才剛剛出國訪問 普丁才出國訪問的時候 當然講還要鞏固他的一個幫椅 要鞏固他的武器的供應系統 結果沒想到他前腳剛剛走 6月15號剛剛離開 剛剛講的很多重要的兵工廠 很多重要的油庫 很多重要的利油廠 竟然一個一個爆炸 更不用講 在整個烏東地區的 沃富昌斯克 本來是俄軍要去包圍烏克蘭的 現在不但被反包圍 不但被反包圍 還被一個一個戒滅掉了 沒錯 接下來即將進行了 俄物戰場上面的所作所為來說 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台灣參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話 F16來到這個地方了 已經要進來了 F16對決薩姆300 對決薩姆400 保潔這就是未來兩岸 可能會發生的劇本的排演 另外包括說最近烏克蘭出動了 大量的無人機的這個對決 無人機也是未來兩岸戰場上面 可能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其實呢 我們從這個美蘇裝備的這個對決來說 也可以為未來我們台海 假設發生衝突的時候 可能的劇本呢 可以做一個模擬的這個狀況 也就是今天台灣用的武器 就像烏克蘭用的武器 今天中國用的武器 就像是俄羅斯的武器 如果你在這邊等於說攻打的時候 那就是未來台海 如果發生戰爭的狀況了 對 而且這樣戰況來說的話 對普丁顯然越來越不利 你看他最近一段時間 我還去拜訪了這個朝鮮 然後又要去越南 你看他說什麼 我們要俄羅斯跟朝鮮 簽了一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協議 然後就承諾一方說 他威脅侵略的時候 要提供援助嘛 所以顯然他是要提供援助給我啊 不是 你今天俄羅斯 對 什麼時候需要北韓的援助了 堂堂俄羅斯需要小老弟來援助 以前都是 你把北韓放在你的羽翼之下 受到羽翼的保護 今天你居然要跟人家簽定 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 對 所以顯然他打到的確是 有一點點金皮馬困的這個狀況 好 另外一個是什麼 因為他才離開沒多久 俄羅斯大後方 馬上就遭受到非常多的攻擊 第一個在前線 包括亞述鎮的除油場 現在我覺得俄羅 這個烏克蘭的戰略很清楚 我在路面上我們就繼續的僵持 但是我絕對先把你的後援部隊 全部把它打掉 包括說你的練油場 包括說你看 另外一個叫克拉斯諾達爾的練油場 我都先把油場打掉 油庫打掉 那你前線沒有油嘛 你沒有油你怎麼打仗 另外一個在莫斯科的這個 重要的軍工集團叫 這個蘇獲益設計局的大樓 也傳出火災 我覺得這個蘇獲益設計局是什麼呢 是俄羅斯最重要的軍工產業 蘇凱系列的飛機 就是由他所設計的 由他所生產的 現在我也來攻擊你 所以顯見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俄羅斯的這個大後方 似乎已經讓烏克蘭的無人機 或是烏克蘭要攻擊你看 他可以攻擊到莫斯科 可以攻擊到這個克拉斯諾達爾 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其實都不是前線 都是俄羅斯的大後方 所以我們從這一張圖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這些無人機都是幹嘛 進行遠程攻擊 而這個遠程攻擊 已經對俄羅斯造成其他的影響 不管你是亞素鎮 或是克拉斯諾達爾這個地方 剛剛講 你這些油朝未來都是要支援克里米亞 如果把這兩個都端掉 那克里米亞有沒有成為孤城 克里米亞如果成為孤城 他還守得了嗎 更不用講剛剛講的2004年以來 現在已經有7家 俄羅斯的煉油設備停工了 對沒錯我們看到這個地圖就非常明確 就是說目前為止 烏克蘭用非常多無人機去攻擊 你看亞素鎮 亞素鎮是以前過去是烏克蘭的領土 它當然是在烏克蘭內 但是你看 它攻擊這個港口城市 亞素鎮之後 我們給大家看 用什麼攻擊的 這一張看得非常清楚 你們注意到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有一個洞就是無人機 所造成的一個洞 撞進去了 撞進去然後造成這個油草爆炸 就是這個洞 所以你看這個絕對就是無人機的樣子 就是無人機這樣飛進去 撞進去 然後這樣讓你形成一個大爆炸 另外克拉斯諾達 我們看它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距離前線有一段距離 它照樣也能夠飛過來之後 把你打 把你打掉 所以目前為止 寶傑那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俄羅斯本土的這個煉油廠 都被打得差不多了 他們現在俄羅斯居然要跟 白俄羅斯採購汽油 然後還要跟哈薩克說 你要供應給我 你是採油大國 你是天然氣大國 就你這個採油大國 居然跟人家買油了 因為它的煉油廠都被打掉 煉油廠打掉沒有辦法煉油設備 所以現在你就可見 你看連它都要跟白俄羅斯買油 要跟哈薩克買油 你就知道說其實它目前為止 前線的補給 似乎是出了一點點的問題了 因為路透社就報導 它現在第一季 第一季俄羅斯有7家的這個工廠 煉油工廠已經停止生產了 對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養老牛油被炸掉 所以現在對俄羅斯來說 油怎麼取得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那因為油被打掉的時候 當然要加強我們目前的 防空這個設備嘛對不對 所以到最近一段時間這樣 俄羅斯因為聽說啦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不是都看到嗎 這個烏克蘭它會派出非常大量的 無人軍去騷擾你的 薩姆300 薩姆400 甚至用陸軍這個戰略飛彈去打你對不對 打掉你一堆所謂蘇30 蘇40的 這個S300 薩姆300跟薩姆400的基地 陣地把你打掉 打掉到目前為止 保證你們知道 他們說現在 現在這個克里米亞這邊 幾乎是已經完全沒有 薩姆300 薩姆400 沒有薩姆400 沒有薩姆400了 被打光了 被打完了 打完了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現在這是一個消息 他說俄羅斯已經耗盡了長城的防空飛彈 所以他們 他說最近一段時間 烏克蘭已經毀了 上個月就毀了15套的薩姆300 薩姆400 所以現在 一個月就沒了15套 所以現在俄羅斯把千島群島 原本布局在這邊要對付日本的 他把他移過來 移進這個克里米亞 你就知道現在 對這個俄羅斯來說 顯然從很多地方 全部都要調到 這個烏克 調到烏克蘭的 這個前線戰場使用 你就知道 目前為止真的是 相當吃緊的一個區域 而且照你這樣講的話 他等於證明了一件事情 對 現在俄羅斯的防空能力 完全擋不了的 烏克蘭之前的 不管是海馬斯火箭 這個ATSEM 或者是無人之的攻擊 你根本讓這些人 無入無人之地 對 無入人之地剛剛講的 一個月就還被端掉了15套的 薩姆300 薩姆400 對 那你根本 你把防空武器被端掉了 是 端掉以後你什麼都沒有 對 你還要掉新的貨來 對而且他現在還把這個薩姆500 他們還在驗證之中 把他放在克茲大小 因為他很怕 你把克茲大小打掉之後 我就沒辦法跟克里米亞連結 所以他事實上 但是呢你說 烏克蘭他現在不疑不虛 因為他知道這個 目前為止 戰士呢略為往他這邊傾斜 譬如說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在前線呢 沃夫昌斯克這個地方 原本呢烏克蘭跟俄羅斯的軍隊 在這邊互相的這個僵持 僵持之後結果沒想到呢 烏克蘭突破了之後呢 這個俄羅斯的軍隊 就被包在附近的這個建材廠裡面 結果沒想到 他們一直不斷的突圍 不斷突圍之後 結果突圍不了之後 保洁你看最後他們就被 被俘虜了 公開這張照片 他們就公開的投降了 那為什麼投降呢 因為原本他的建材廠的話 他們是想說 跟過去亞素營守這個工廠 要我們可以守住 可是因為烏克蘭他們 跟他們丟所謂的 GBU-39的SB這個飛彈 這個飛彈就是小型的這個飛彈 他們炸進去 炸進去不斷的炸 不斷的炸之後他們知道說 完蛋了我們會被攻進去 我們就只好投降了 所以你看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沃夫昌斯克這個地方的 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已經出現了略為的敗向的局面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在地面上 似乎是戰事也開始 有一點不利了 我就講 烏克蘭的戰略很簡單 我先把你後勤都端掉之後 慢慢慢慢前線我耗你 而且我一個一個一個小局部的 把你慢慢的殲滅掉 好那其實對烏克蘭來說 或是對俄羅斯來說 最不幸的消息 有準備要來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F-16 目前為止來說 越來越多架 你知道目前為止 西方世界要給烏克蘭的F-16 現在根據統計已經來到116架 而且美國還會給他AIM-120的 這個飛彈是120公里 所以接下來呢 俄羅斯的空軍 大概完全沒有辦法阻擋了 包括說蘇-35啦 蘇-30都沒辦法阻擋 那是不用講蘇-57也沒辦法阻擋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這個所謂空軍的這個實力來說 可能會被俄羅斯 會被烏克蘭完全掌握 掌握住之後 你就知道說接下來一段時間來說 第一空中我也掌握 然後我又無人機攻擊你 然後我又掌握了這個 慢慢的路面上面 也掌握優勢的時候 俄羅斯自然就會陷入一個 比較僵局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說最可怕的發展是 F-16如果進去 F-16的116架來對上的蘇-35 對方的蘇-30 對上蘇-57 這個時候的對決 當然台灣要高度關注 F-16能不能逃過上 300、400的一個突襲 他對於這個蘇-35 對蘇-30 這麼大規模的攻擊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戰功 至關重要 沒錯 因為很多這個中國的飛機 其實也是參考俄羅斯的這個設計 你看他們對決是這個 這個R-77A的這個空對空的飛彈 射程是100公里 但是AIM是120公里 所以大家來看看 120公里的應該是可以勝出 那如果假設這個F-16可以壓制住 這個俄羅斯的空軍的話 那表示他的戰鬥力其實還是非常強的 剛剛特別談到了魏哲嘉 魏哲嘉在今天的股東會裡面 特別強調說 兩岸的領導人還有世界的領導人 都是聰明才智之士 他不會讓這種所謂的戰爭發生 那為什麼魏哲嘉有這種事情 為什麼敢講這樣的話 那我剛剛講的 今天奧斯汀更妙了 奧斯汀現在在新加坡 跟這個所謂的中國的國包部長 才有一個對話 兩個國家的軍統的對話 跟奧斯汀講完 在這裡面 他居然怎麼講 他說 美國跟中國的戰鬥 不是迫在眉睫 也並非 不可避免 對 保安哥這句話乍聽之下 你會想說 欸不對耶 美國在跟中國釋出善意嗎 對不對 還說要雙向對話溝通 還說什麼 這個亞洲雖然是我優先戰軍 但是我現在大量都投在烏俄戰場上面 不是各位 奧斯汀這句話是在跟董軍講一件事情 我看你不定 看你不定 我看你不定 我知道你沒那個能耐 你現在的經濟狀況 你現在的火力 你不是我的威脅嘛 就是他的意思是這樣 根本不是說什麼破債沒燒也非不可避免 這個意思是我知道你現在沒能耐可以打 為什麼 因為同時 奧斯汀除了跟中國講這句話 他可能在秀肌肉啊 比如說好 我知道北韓最近是不是在研發長城打蛋 那我跟日本呢 就在研發什麼 先進的這種防空系統 比如說我在菲律賓 我在包括日本的西南諸島 相關的第一島鏈 我完全的都進行了 以及跟印度 裝甲師 海軍 甚至防空系統 海軍陸戰隊 我全方位都已經部署完備啊 我這個備而無患嘛 所以奧斯汀意思是什麼 無悟事敵之不來 而事無有以待之嗎 我根本就沒有在怕你中國了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等於是在襲擊中國 那你說為什麼他有這樣的理氣 當然有 因為當中國在擔憂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菲律賓北部的提風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奧斯汀跟談到的那段話之外 你知道董勳也有跟奧斯汀講的 拜託一下 你不要在這個菲律賓 這個北邊部署那種提風系統好不好 對我們這個來講呢 這個非常困擾 那為什麼會困擾 所以你在在香格里拉會議的時候 中國是抗議提風系統 當然抗議啊 為什麼不抗議 先前董事長 這個吳董跟大家講說什麼 那個提風系統放在菲律賓北邊 你以為沒什麼大不了 包括我們講的鄰近太平洋 第一島鏈島嶼 保證哥請問一下他可以打到哪裡 他可以到北京 打到北京 打到上海 所以你是打到我家來啦 我當然很憂慮嘛 你這個每個都長城一千公里的導彈 把我整個中國沿海地區 全部在你覆蓋面 所以因此他當然會很緊張啊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一下俄羅斯現在好不好 烏二戰爭烏二戰爭 烏克蘭用了美國的武器 用了美國的導彈系統 他打到哪裡去了 打哪了喔 打到俄羅斯家裡面去嘛 所以這是他現在最擔憂的地方嘛 不過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那張圖 整個紅色的範圍裡面 你說這個是俄羅斯媒體做出來的圖 俄羅斯媒體做出來的圖是 整個俄羅斯的邊界完全在 美國以及北約的飛彈射程範圍內 灰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講現在的烏克蘭 那你看到橘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謂俄羅斯所控制的區域 有沒有他跟你講橘色的不用擔心啦 我戰術導彈爆光之影 三百公里小CAS都打得到 但是你整個裡面去 拜託到裡面那是什麼 俄羅斯境內 他說我用無人機 我也同樣可以轟炸了你的道 所以你說現在他當然會不會緊張 會緊張啊 所以對於俄羅斯而言 他們現在出了一個大包 這個大包是什麼 就我的防光系統失靈啊 各位我們直接帶你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什麼 俄羅斯境內 原本很多的薩姆400系統 結果沒有想到 遇到了我們剛剛上訴的海馬斯 他根本就擋都擋不住啊 所以你現在各位你現在畫面 海馬斯平平的那種發射導彈之後 你看到下一幕就很慘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整個所謂的防衛系統 以及他的陣地 甚至是雷達通通弄好人 怕到迷迷冒冒 而且打完之後 各位就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 那個煙止聳雲霄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被轟炸了嘛 你根本就擋都擋不住啊 如果我擋得住 我管你美國有多少飛彈系統 我也沒再怕啊 而且擋得住 擋不住就算了 你知道現場 都地上都發現那種 坑坑巴巴坑坑巴巴 我覺得你知道為什麼 地上那種洞 極速彈 極速彈 不講你還以為新竹暴行場 不是 就是天坑到處都是極速彈轟炸過的影子 而且美國呢 到處你看 海馬是火箭的這種容器 都在各地到處的堆疊 你就知道現在對於中國來講 當然很緊張啊 因為如果我跟台灣之間發生的戰爭 而下一個會遭受到這樣如此精密 甚至準確 甚至到內地的活力打擊 我們剛才看到的還是原野 請問一下北京上海 這種全部都是大都會 遭受得了這種轟炸嗎 受不了嗎 誰被一炸 這全部都天翻地 就是烏克蘭亞的戰機飛越了俄烏的邊界 進到了比爾格羅德 將他六軍團的指揮所給給打賴的 而現在照片出來了以後 我們看到俄羅斯跟中國的軍事專家仔細分析 他們真的嚇壞了 因為我看到 這個就是他的六軍團的指揮所 六軍團的指揮所已經完全被炸毀 已經不堪使用 好 你看到 這個地方是鋼筋水的建築 大概有六層樓高 如果你要進行炸毀的話 一枚炸彈至少要500磅 而且你不能是只有一枚炸彈 你都要數枚炸彈直接的轟炸 也就是一枚掛滿炸藥的這個飛機 進到了俄烏邊界 在整個中國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完全失效的狀況下 他不生無異地來 轟炸完了以後 他就安然地離去 代表俄羅斯所有的防空系統 形同虛側 這個就太可怕了 昨天我們也講到的 他的蘇凱五十七 在他的邊界六百公里的地方 他就停在了這個地表上 沒有想到 現在被炸了 被炸了 一台被炸了兩台 等於說 現在在透過衛星 在透過所有的情報系統 俄羅斯大大小小 你所有的局勢基地 都在美軍 都在烏克蘭的眼皮底下 而且我不是看得到你 我還打得到你 剛剛講 無人機飛越的六百公里 將這個最珍貴的蘇凱五十七 給炸毀掉以後 俄羅斯有任何動作嗎 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有攔住這個無人機嗎 他沒有攔住這個無人機 更可怕的是 照理講 你的第六軍團的指揮所 而且這是你的前進指揮基地 應該是一個非常嚴密的保護 你怎麼可能讓一個戰機 他得說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 而且在這邊 將你的指揮所炸了之後 到底這是什麼飛機 它什麼機型 它怎麼進來的 它怎麼轟炸的 俄羅斯現在 居然完全摸不到頭緒 所以這個太可怕的就是 難道在美軍的眼底下 在北約的眼底下面 俄羅斯的這些武器 完全毫無用武之地嗎 那第二問題來了 如果真的北約的武器 美國的武器 真的比俄羅斯要好很多 差了好幾個世代 那為什麼不早點給烏克蘭 為什麼要拖到 現在大家都已經 兵皮馬困的情況下 才把這個武器 交到烏克蘭的手上呢 走 我們看到上個月的時候 當時美國還沒有把武器 交給烏克蘭 當時還沒有針對 烏克蘭開綠燈 你的武器還是 只能用在烏克蘭的境內 這個時候剛剛講到的 俄羅斯一直往前進 烏克蘭節節的敗退 覺得那個形勢非常不好 就開始翻 最後美國就開綠燈 說第一個 以美國的武器 北約的武器 可以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另外就是 我現在很多的武器 源源不絕的也進來了 沒錯 沒有想到才一個禮拜的時間 整個情況完全翻轉 情況翻轉了以後 俄羅斯停滯了 俄羅斯退後了 你不但停滯 你不但退後 倒不開喔 你現在邊界往前推 250公里 這些都變成了 烏克蘭的攻擊範圍 更可怕的是 現在俄羅斯 百分之十六的土地 都在烏克蘭的攻擊範圍內 抱歉 原本節節敗退的烏克蘭軍隊 到目前為止來說 突然間迎來火水 為什麼 因為美國大開綠燈 既然你在這個路面戰場上面來說 節節敗退的話 我給你的武器 你現在可以開始 打到俄羅斯的本土 那因為你打俄羅斯本土之後 整個戰局慢慢逐漸翻轉過來 好寶傑 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樣 因為原本他目前為止 在說烏克蘭的戰役裡面 重點在這個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 原本俄羅斯是希望 吃掉哈爾科夫之後 就直推到基輔去 所以他就講說 這樣就可以完成整個 對這個烏克蘭的作戰 那的確烏克蘭在路面戰 是吃虧的 因為前一陣子美國有一點點 對這個烏克蘭的這個救援 有一點點遲疑 武器都不給 就沒想到看到你 現在烏克蘭好像真的很局勢很 看憂的時候 那美國就鎖進 好啦 那我就開綠燈了 你要有這個海馬斯 你要打到170公里 就讓你打了 那這個陸軍的這個導彈 這個所謂戰術飛彈系統 讓你打了 所以現在你看 海馬斯原本77公里 它可以增程到170公里 另外ATA CMS 裝在海馬斯上面 可以射到300公里 於是呢 現在整個戰局翻轉過來 為什麼翻轉過來 有跟他講 這張土就是目前為止 這個俄羅斯的局面 烏克蘭的國土在這邊 好 那假設我從烏克蘭的國土 我這個射這個海馬斯 原本海馬斯只有70公里 所以我只能夠射到這一段 對 但是我現在增加到170之後 你看 多了那麼多的面積 連同我還可以射過 原本烏東被佔領的地方 可以射到這個地方來 那如果我再用ATA CMS 300公里 300公里可以涵蓋這麼多範圍 所以我可以打 這麼多範圍的土地 好 這麼多範圍的土地人家就統計出來 已經涵蓋俄羅斯百分之十六的土地 那百分之十六土地是多少 我幫大家算 282萬平方公里 原本是80個台灣 對 它涵蓋80個台灣的土地 這麼多 而且你看這邊密密麻麻 我們給大家點出來的 這個紅色的點是什麼 紅色點就是俄羅斯他們當地的 任何的軍營啊 駐紮軍隊的這個地方 這裡都是軍事基地 對 那這個所謂有飛機的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飛機場的這個軍事基地 所以等於涵蓋 烏東幾乎所有 這個俄羅斯東邊 所有針對烏克蘭的所有的軍營 或是所有的這個機場 都在打擊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當然對俄羅斯形成非常大壓力啊 事實上美國現在戰略很簡單 烏克蘭竟然在路面上戰局了 有點吃邊 沒關係 我就把所有的後備系統 你都把它打掉 後面錢炸了 打掉之後呢 你當然戰局就會慢慢翻轉過來 所以這個第一個階段 是一定要把俄羅斯後面的後援全部炸掉 那這個部分來說 海馬士或是這個陸軍的這個導彈系統 ATSM 就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現在等於是怎樣 俄羅斯開始要回防啊 那回防的時候 你覺得回防有用嗎 回防沒用啊 為什麼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在別爾戈羅德 又非常重要的這個 這個內熱戈爾的這個地方 內熱戈爾這個地方 保險你看我們從空中俯瞰 他畫面是這個樣子 以前 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他們六軍團的指揮總部 在這個地方 欸 何等重要 保險我問你 這種六軍團的 他們的這個 第六集團軍的這個 這個作戰的這個指揮總部的話 旁邊會不會有什麼 薩姆300 薩姆400 當然有啊 還有這個各式各樣的防空武器 在那個地方啊 就沒想到 他等於什麼 他等於是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他在哈爾科夫後面 對 最重要的前進指揮所 沒錯 就是哈爾科夫集團軍 在指揮在打仗的時候 由這個地方來做指揮 這個發號司令 就沒想到 他這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保險你看 這幾天被 被炸爛了 被炸成這個樣子 你看原本是這樣 他原本的建築物來說 他是因為 他是作為這個軍事基地來說的話 是種比較 類似雕堡型建築物 雕堡型建築物通常 他們這個 這個所謂有鋼啊 或是說他的這個混凝土 都用比較厚重 可是你看可以炸成這個樣子 欸 原本建築物在這邊 他這個完全炸了一個大洞 這樣一個狀況 大家就想說 怎麼能夠炸成這個樣子 這個 他本來是六層樓 現在只是要三層樓了 軍官都因此上升的這個狀況 大家想說 怎麼能夠炸成這個樣子 到底是怎麼炸的 結果人家軍事專家就分析了 如果你要炸成這樣的話 至少要這個 約莫是當量500磅以上 或500公斤以上 才能把它炸成這個樣子 而且不是只有一顆 可能要很多顆 多媒 多媒才能夠炸成 這麼大的這個損害 所以現在呢 人家就開始懷疑了 那到底是什麼武器 飛到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所謂 軍事基地把它炸掉 所以說要有一個 烏克蘭的戰機從空中 當然你要掛滿炸彈 在掛碼在那個時候 照你的邊境 照你的指揮所旁邊 你都有防空設備 對 結果我進來了 我炸完了 我離開了 然後這些防空設備 都沒有作用 對 保證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大家都說 因為烏克蘭目前為止 現有的我們知道 蘇-24的這個轟炸機 對 或說米格-29 應該都沒有這樣的戰力 而且它炸彈 當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現在懷疑說 是北約的戰機 難道是這個幻象嗎 難道是這個F-16嗎 只有他們才有可能會有這樣的 助戰能力 對 所以現在來說 難道是整個這個 北約的軍隊 真的開始已經 特別是空軍 真的已經加入這個 烏克蘭的這個 戰局的這個行列了 因為我們看到 當美國開綠燈的時候 烏克蘭的軍隊 做了一個什麼事 它專門去炸 SAM-300 專門炸SAM-400 當時的說法就是說 因為它的F-16要啟動了 它的幻象兩線要啟動了 我現在要把SAM-300-400打掉 打下了俄羅斯的眼睛 我未來我的F-16 我就可以長驅直入 可以在風險最低的狀況下 直出直接 進到俄羅斯的本土 現在我們當然不知道 這真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這個想定 真的成真了 對 沒錯 現在俄羅斯 烏克蘭的戰法很簡單 我在你後面 不斷的把你的軍隊 把你消耗掉 讓你在前線慢慢 你就不知倒地 就會往後退 那現在怎麼炸呢 抱歉 現在第一個事情 當然要佔據整個這個 所謂自空權 自空權裡面來說 俄羅斯有一個真正的秘密武器 就是蘇-57 蘇-57是他們的這個 號稱是他們最強戰鬥力 有隱形功能的這個戰機 結果沒想到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居然折損了百分之十的飛機 百分之十 完全折損掉 因為昨天本來以為說 一個蘇-57被炸了 對 結果今天更多的消息 是兩台被炸了 那他們這麼珍貴 居然被炸掉 所以現在俄羅斯 整個國內炸鍋了 就說 你怎麼沒有防範這個基地啊 這個哪怕是你蓋個機堡 或是用什麼鋁核心把它造住 對 但是就是沒有 好 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寶傑這個基地叫 阿赫圖-賓斯克的這個空軍基地 它距離了前線 在烏克蘭有 589公里 約莫是600公里 就600公里 裡面來說 這個不可能是戰鬥機飛過去 戰鬥機飛過去 當然 這個俄羅斯一定會發現 所以是無人機 那這6月8號有無人機 居然飛了600公里之後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進行襲擊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呢 蘇吾斯基這一台你看 幾乎是完全已經全毀了 對 那這個當然後面有一個 也是類似全毀的這個狀況 兩台全毀啊 所以大家就 而且他們現在要修都很難修啊 所以那等於是兩台戰機 就完全複之一具了 而且這一張圖出來了以後 真的把人給嚇死了 剛才講 俄羅斯有沒有做這個所謂的欺敵 有 有沒有做隱蔽隱蔽隱蔽 有 剛剛講你這個蘇開507 蘇開507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架 這一架是假的 假的 這一架是空中化的 也就是我是故意引誘你來炸我的 對 可是恐怖在哪裡 你這個是假的 你是化的 我沒有炸你 我炸你的是旁邊是真的 就代表 你現在在這個基地的一舉一動 你在這個基地的所有的情報 都已經被掌握了 對沒錯 你看 他假的他不炸 他就真的把真的炸掉 所以俄羅斯呢 做了再多的欺敵戰術都沒有用 結果保潔大 事實上這個連中國的環球時報 他們這樣 我現在他們在喬喬俄羅斯 可是我不知道 他們是在笑自己嗎 他們都說什麼 俄羅斯烏爾爆發這個空戰以來 俄羅斯的空軍 屢屢丟人這個紀錄 所以他說其實沒有最丟人 只有更丟人 所以搞了老半天 俄羅斯的空軍實力恐怕 真的堪憂 那其實看在中國的眼裡來說的話 他會覺得非常恐怖 尤其是保潔你知道這個基地啊 阿赫圖這個賓斯克的空軍基地啊 他不是只有蘇 這個蘇武士機在這邊 他們包括蘇35的戰鬥機 甚至他們航測中心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國家飛行測試中心 所以他有非常多武器 可能都會停到這個地方來 其實我沒想到 你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 居然飛了600公里 可以把你炸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 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恐怕還要繼續再往後移啊 不然的話可能某一天都被你炸掉 雨雪 現在有軍事評論講說 普提現在是偷機不著18米 直接看到說 烏克蘭你的軍員不夠 當時美國的態度正在游移 所以幹嘛我就集合大軍 在比爾格洛德 作為我的後方基地 然後呢我再把哈爾克服給拿下來 的確 戰果是有的喔 的確是往前推進喔 就沒有想到 當美國的武器進來 北約的武器進來 馬上豬洋便勝 有人講說 現在馬上反招什麼 反殺250公里 但保利哥你知道 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部隊 竟然也拿到了 美元武器的單位了 誰 亞素營 因為我們過去講 亞素營曾經死守 亞素鋼鐵廠83年 欸各位 那時候他們拿了 這些什麼 這種非常這種破爛的 這種器具武器 結果也可以在那邊撐83年 而且最後什麼 安然的撤退 但你想想看喔 現在美國說好 然後我們對亞素營也開綠燈 你想想看多可怕 未來什麼陸軍戰術導彈 甚至這個整個無人機的系統 因為現在亞素營 非常的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蕭勇散戰 對蕭勇散戰 而且他們現在非常的有 有這個信心喔 說好既然你給我們 拿到這些東西呢 我們現在就死守 在烏東的這個戰場 尤其是一個叫特尼村的地方 說宇軒這特尼村 有什麼重要 當然重要 因為亞素營所派的位置 他不會放在境內 都是放在這種烏二邊界交接 戰火最猛烈的地方 那過去呢 他們如果憑著這種 我們講的非常 二字武器 洋村的這種武器 都可以死守 那你想想看 未來如果給他們 拿到這些全新的 美規武器的話 該會有多可怕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 他現在示範出來 這個照片 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教育 或者這個警示 你看到了烏克蘭的部隊 烏克蘭的部隊 所有每次發動的 第一個動作 就是無人機 現在烏克蘭已經被號稱 除了美軍之外 全世界最會打仗的部隊 而這個最會打仗的部隊 也是全世界 最會使用無人機的部隊 寶貞哥這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 因為你說他會使用無人機 但我平序平序而論 過去的戰爭請問 有這麼大量泛用無人機嗎 沒有 當然沒有 所以烏克蘭等於是說 第一個嘗試使用無人機 做不對稱作戰的國家 而他也成為使用無人機 最會玩的一個國家 你說為什麼 宇軒你要用玩這個字眼 各位你仔細看看 他們現在無人機展示出來的影片 不管是男性不管是女性 手上握的像什麼 像是我們講的這種PSP 像是什麼 Steam Deck 也就是這種傳統的遊戲機 以及遊戲的手把 這跟遊戲手把根本沒什麼難用 但是仔細看 他的頭上還會額外是穿戴什麼 穿戴飾裝子 所以當你的眼睛呢 才是穿戴飾裝子 所以就是 烏克蘭的軍人 對沒有錯喔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電機決手 就是代表說 他們可以把這個操作到非常的細微 甚至原本不可能操作的東西 他都有辦法操作 比如說我舉例來講好了 今天你換我張雨萱 來操作這個無人機 我可能開著開著 就不小心撞到 而且從這個畫面 就可以先看出來說 現在俄羅斯的部隊 他的坦克部隊 上面是有防護網的 就算上面有防護網 一開始使用是 我到你的上空 然後我俯衝 俯衝下流你直把你炸掉 那當然俄羅斯也遲到警覺 所以我上面用了防護網 好 你上面有防護網對不對 我就到了上空 上空了以後 我就來一個大轉彎 我就來一個側飛 我就直接從90度角衝進去 這叫做走位 你懂嗎 他把遊戲的走位 直接運用在戰爭的概念 你想想看喔 今天一台無人機 他在操作的時候 他會有僵持 也就是說你今天操作他的時候 他會有所謂的延遲時間 而且再來他的角度變化 他是有死角的 但代表這些烏克蘭的士兵們 部分男性部分女性 對於這些無人機 已經玩到出神入化 他要他飛一天就飛一天 要他遁地就遁地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那畫面是 他直直的衝過去之後 突然往上然後180度 大轉彎頭 繞一個大圈 然後往裡面去灌進去 不管你今天真是講說是這種藍油廠 不管你這樣 你看這個廠客也是一樣啊 甚至我們之前介紹過 所以我可以從你的上面擋 我可以從你的側面擋 我可以從你的旁邊擋 對所以這個東西 你換作其他的國家 我跟你講這個無人機 本身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些烏克蘭的士兵出神 他有辦法把這麼平凡無期 我們講3萬塊的無人機 甚至5萬塊的無人機 玩到像是價值100萬的 這種自動索引追蹤導彈 這才是他真的厲害的地方嘛 所以他們現在想說 臺灣也想要司法學習這個經驗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臺灣其實有一家雷武科技廠商 他就學習說 喔 烏克蘭這真的很厲害 我們乾脆呢 就把遊戲的手把 就是Standjack 把它化作成無人機的操作工具就好了 為什麼他很聰明 要做到這樣 因為第一個 烏克蘭確實在這樣做 把遊戲的手把化作 操作無人機的工具 第二個 遊戲的手把你不要以為沒有什麼 他本身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要讓他的設計非常精密 因為你今天在打電動的時候 本來就有很多細微的操作 而當這些細微操作 如果化成在戰場上 實質上能夠殺敵的空具 你想想看 這些玩家 這些戰爭 這些我們講的士兵 他會達成多大的奇效 好 體會 那我看到這裡 我有一個非常困惑的事情是 現在你看到了北約的武器 美制的武器 跟俄羅斯的武器 完全不在同一個等級 你美國早點給就好了 你早點開放就好了 你怎麼打到現在大家兵匹馬會 受了這麼多損害了以後 你才慢慢一個一個開綠燈 你才把一個武器 一個武器的交到烏克蘭的手上 對 你看到畫面 這個指揮中心被炸掉 然後你看到蘇57也被炸掉 你說真的 這些美制武器 如果找給烏克蘭 不就是可以長驅直路 我覺得恐怖在哪裡 俄羅斯的防攻系統 俄羅斯的防禦體系 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 完全無效嘛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美軍早一點給烏克蘭 這樣的東西來講的話 是不是烏克蘭 說不定現在這個戰爭 早就結束也不一定啊 但是問題是沒有啊 你看到這些事情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今年的3月到5月之間 其實就是普丁在講什麼事情 講說你這個烏克蘭一直在 我大後方這邊爆炸搞爆炸 我今天就說要成立一個什麼 叫做緩衝區不是嗎 所以他為什麼要進攻 那個所謂的哈爾科夫那個地方 就是要建構在烏克蘭境內 一個緩衝區 不要讓烏克蘭進行到俄羅斯境內爆破 結果沒想到適得其反 剛剛提到了啊 就是偷機不好18米 你看到接下來 美軍給烏克蘭的所有東西的時候 結果全部都可以打到這個俄羅斯境內 那現在來講的話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更要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怎麼都沒有發現到 美軍的美式的相關的武器 對 那這些烏克蘭到底拿到多少美國的東西 特別剛剛有提到亞素營 昨天我覺得最妙是剛剛講的 一架的烏克蘭的飛機 進到了別爾戈羅德 把一個指揮桌給炸掉 可是你看 烏克蘭沒有交代說 這是飛機 可是連俄羅斯 俄羅斯也不知道 我到底被什麼炸的 是非常驚恐喔 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連亞素營接下來拿到 美軍的武器 你想想看喔 亞素營是被美國制裁 十年不能拿美國的武器喔 結果現在竟然可以拿到美國武器 代表美國要什麼 開綠燈 要他們去衝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話說未來 如果你以美國的整個大戰隊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這場戰爭 已經拖了兩年多了 那照道理講 如果美國 大概我們看到 美國的武器那麼厲害的話 早給就沒事了 早就把這個戰事結束了嘛 為什麼沒有呢 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更大的戰隊在哪裡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中國跟俄羅斯 是不是都一直綁在一起 對 照道理講的話 如果說這兩個邪惡集團 如果讓他們強化團結關係的話 是對美國不利的 我們知道說 川普時代的時候 其實是用一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 我去搞中國 但是我對於普丁交好 這時候是分化兩個國家團結 打一拉一 對 但是為什麼拜登上來之後呢 接下來 在俄羅斯戰爭發生的時候 我認為 我看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拜登都在採取一個戰術 用一個烏克蘭去拖住俄羅斯 把俄羅斯每天的這個事情 每天的這個軍事能力 還有他的綜合國力來講的話 不斷的在拖垮 不斷的在拖垮 不斷的消耗他的能量 消耗到現在兩三年了 其實拜登心裡有數啊 我如果今天美軍真的全力幫忙的話 這個早就已經打進去到俄羅斯境內了 早就結束了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的話 還是停留在某個階段 就是什麼 就是讓他陷入一個僵局 陷入一個沒有限制的一個輪迴 什麼輪迴 今天普丁要為了這件事情 歐洲有戰事 我不斷的把這個整個軍力 拉在這裡的話 請問普丁怎麼去幫中國 假設中國對台灣要動手的話 幫不了中國了 所以就現在其實害怕的應該是中國 我認為害怕中國 其實這些環球時報 不要在那邊笑 人家俄羅斯不會打仗 你自己也不會打仗 為什麼呢 你說最害怕的是中國 最害怕的應該是中國 因為你今天如果要對東海南海 台海要發生發動任何的戰事來講的話 你自己看看你背後老大哥 你老大哥被拖住在戰場上 幫你也幫不了 所以你其實最好現在來講的話 這些邪惡的東西 不要輕舉妄動 歡迎收看這時刻 我們看這篇文章 它的公眾號是 書密院10號 書密院10號 書密院10號是環球時報的公眾號 這篇文章就代表了環球時報的想法 看法也就代表中國軍方的看法 這篇文章講的被烏軍幹掉的 蘇凱57還不止一架 俄國的空天軍屢屢 刷新了丟人記錄 裡面講說 現在對俄羅斯的空天軍 只有更丟人 沒有最丟人 對於剛剛講到的 蘇凱57 停泊在他的機場裡面 而這個機場 是他的整一坨 航空訓練機場 這是一個非常隱密的地方 這麼隱密的地方 停了他現在價值最高的 蘇凱57 你怎麼可能被一個無人機 在清理之外 等於說在無聲無息的狀況下 在毫無防備的狀況下 你居然被幹掉的不是一架 被幹掉了兩架 你不再被幹掉了兩架 我們剛剛講到 在比爾格羅德第六軍團的指揮所 竟然也被烏克蘭的空軍進去 如入無人之地 然後呢 丟下了所謂的炸彈 丟下炸彈之後 居然造成很大的損失 那這架飛機安然的迴反 等於說你這些地方 不是有很多的SAM-300 不是有很多的SAM-400 如果你有這些的防空系統 你怎麼可能讓你的敵人 長驅直路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中國嚇死了 它既驚且怕 為什麼既驚且怕 我們剛剛講 你現在中國的防空系統用的是誰 你中國的防空系統用的就是 俄羅斯的SAM-300 SAM-400 你的防空系統是失程於俄羅斯 你的飛機是失程於俄羅斯 結果搞了半天 你這些防空系統 你這些的武器 你這些的飛機 在美式武器跟北約武器上面 根本就是破銅爛鐵 根本毫無用處 人家要來就來 人家要走就走 如果今天在俄羅斯戰場是這個樣子 未來兩岸 你會知道嗎 如果兩岸真的發生爭端的話 那真的日本的武器來了 韓國的武器來了 美國的武器來了 那是不是對於中國來講 那也是如入無人之地呢 如果現在SAM-300 SAM-400 對於在俄羅斯的境內 對於現在烏克蘭的武器 你都沒有任何防患力 那我要問的是 那中國你現在買了這麼多的SAM-300 SAM-400 你有任何的防護能力嗎 好 在這段裡面 陶芸市議員黃金平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記憑 你好 寶貴哥 大家平安 好 剛才講的是 現在俄羅斯俄物戰爭 俄物戰爭剛剛不是講嗎 你的蘇凱57被炸掉 不是炸一台 被炸兩台 你被精準打擊 第二個就是 你在比爾戈羅的 第六軍團的指揮所 就被炸一個稀巴烂 是 就剛剛講的 除了環球時報 它的公眾號 舒密院10號 表達不擺說 你只有這個更爛 沒有最爛 你爛到底了 另外他們很多的軍事網站 也非常的憤怒 為什麼憤怒 今日俄羅斯 就是明日中國了 寶姐在美國 開綠燈之後 烏克蘭 你要攻就盡量攻 你全力攻 然後這個薩姆山 這個所謂海馬斯 可以增程到170公里 然後這個ATA CMS 都給你之後 現在呢 暴露了什麼 暴露了俄羅斯 過去軍武的神話 一個一個破滅 完全倒不掉 薩姆300 薩姆400 根本完全擋不住 美國的導彈 然後連我最先進的 距離烏克蘭的這個機場 有600公里的蘇-57 也被你無人機就摧毀了 而且也是 如入無人之機把它摧毀 對 所以目前為止 看在中國 全國還有他們 很多公眾號 就是軍事公眾號 還有他們的軍方裡面 他們是又驚又驚啊 難怪他們之前 今天有一個網站講說 我們被坑了 對好 除了這個蘇-密恩10號就是說 這個俄羅斯沒有更 沒有最丟臉 只有更丟臉之外 你看這幾天 很多中國的這個軍事大V 完全都出來講 你看 之前還有一個軍事大V說 拋開實戰不談 蘇-57是一款設計威武雄壯 然後令對手膽含的先進武器 它的戰鬥力相當於一架F-22 還加上一架F-35 所以是F-22加F-35等於F-57 誒 這邊還給它捧成這個樣子 所以蘇凱-57是F-22加F-35 對 所以一架蘇凱-57 底上F-22加F-35 對 所以之前還吹成這樣 結果你看現在 重大損失 就這樣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基本上一個 俄羅斯的空軍驕傲 最新的隱形戰鬥機蘇-57 被炸的千框排孔 成了塞子 基本上成了這個廢物回收器 至於用何種厲害武器 目前都不知道 所以就當時 連被什麼炸的都不知道 對 沒錯 因為蘇-57是價格昂貴 俄軍只裝了幾架 是大地的掩面成績 可見烏克蘭是有備而來 收足情報之後 突襲取得成功 這個俄羅斯的空天軍 就是空軍啊 面臨黑海艦隊的俄運 所以今天跟他講了這麼多 然後另外一個 太慘了吧 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俄羅斯又一個武器神話破滅了 烏克蘭射這個海馬式火箭彈 這個薩姆400發射六枚導彈 攔截失敗 然後薩姆400的這個陣地 被摧毀成廢墟 然後蘇-57的神話也破滅 所以莫斯科 這個莫斯科號沉默在俄羅斯海軍 成為笑話 還有多少神話存在 所以現在等於中國所有的軍事大V 都在說俄羅斯你不能神話破滅嗎 他們是又驚又驅 我們把你封為神 結果你神在美國的武器之下 好像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不是你說我們台灣 我們不了解俄羅斯的狀況 我們不了解俄羅斯的情報 你現在中國這些軍事大V 你總是知道 而且他講得非常詳細 是說蘇-57被炸到千瘡百孔 成為塞子 他說蘇-57這麼貴的武器 變成廢品了 俄羅斯大地的眼面 就臉面了 就沒想要變成飛舞 所以他為什麼最近會出今天這樣 因為主要有三件事 一個是蘇-57被攻擊 另外第二個是 比爾戈羅德境內的 第六集團軍的指揮所被攻擊 另外就是薩姆四百的陣地 屢屢被摧毀 所以這三個事件 讓整個俄羅斯掛不住眼面之外 中國也是相當恐懼的一個狀態 那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其實花了非常多的篇幅 他非常多的研究來研究這兩個事情 蘇-57到底怎麼被炸掉的 蘇-57停在哪裡 停在阿赫圖賓斯克國家飛行測驗中心 這個地方距離邊境六百公里 這是一個非常隱蔽隱蔽的地方 你怎麼會被抓到 被抓到了以後 你被空拍 空拍以後每個飛機 都被人家抓命做氣候 更不用講說 剛剛講 你現在進到了這個 比爾戈羅德的第六軍團 這個照樣講也是在嚴密保護下 因為這是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最重要的前進指揮所 竟然也被端掉了 而且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個俄羅斯的軍方股 原本怎麼宣稱呢 他說我們呢 這個志望用這個區區 20加的這個蘇-57 威嚇北越的這個對 這個對手 事實上是這樣喔 結果這次 烏克蘭就笑他 你已經損失兩架 這個對俄羅斯空軍來說 這樣損失實在是肉疼啊 還是這樣虧他 那為什麼這樣虧他 所以俄羅斯的蘇凯-57 對 他只有20架 你20架一下少了兩架 一下少了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就很大的損傷 因為這造價很昂貴啊 所以俄羅斯都捨不得造 而且是隱形戰機嘛 那好 那他們到底怎麼做呢 事實上這個基地 這個機場是阿赫圖-賓斯克 它距離烏克蘭的這個 國境有600公里喔 600公里 它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它有機場 有實驗室 還有這個測試區 還有這個射擊場 還有很多這個 新鹽體的這個綜合區 所以它是俄羅斯非常重要的 軍事基地啊 這個就是阿赫圖-賓斯克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它很多這個新飛機 都在這邊試飛 在那邊試 試它的這個戰鬥機的能力 所以這個地方 距離600公里 你想你怎麼能夠打得到呢 所以這個地方 根本就是像美國51區一樣嗎 類似這樣子 這個防守 而且你知道 因為這麼重要的機場 保久我問你 重要機場旁邊會不會有SUM330 當然有 一定有 而且有密密碼碼的雷達站 結果沒想到這樣子 蘇57 停在這個機 這個跑道上面 覺得應該沒問題嘛 它的機品裡面 露天機品沒有問題 結果沒想到 這種6月8號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來了這個無人機 就 就居然就摧毀了兩架 摧毀兩架不說寶傑 你看它連這種所謂假的 他們有時候要畫一些假的 這個圖案 你說那是畫的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假的 你看畫的還蠻真的 遠遠的看起來蠻像的 但是它不會打你這個 它就打到這個真的 而且一口氣都摧毀了兩架 你看摧毀了兩架 而且摧毀兩架 根據目前的目擊的狀況是說 它根本就沒辦法修了 所以這兩架等於是掛掉了 所以你知道對俄羅斯的損害多大 所以中國看著就傻眼 你蘇武時期都會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SAM300 SAM400 還有那麼多秘密麻麻的雷達戰 完全無用之物之地 難怪中國的軍事網站 氣急敗壞 好我就跟你講 事實上你看 這個阿赫圖賓斯克 在這個地方 距離這個烏克蘭 直線距離 600公里 600公里 它到底怎麼做的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不知道 那目前為止的說法是說 可能出動了兩架這個 或是三架這個 無人居次 到那個地方就攻擊 所以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俄羅斯當然軍方 有相當多的這個檢討 但是檢討最多的是什麼 檢討最多是中國的這個 書密院10號 他就說什麼 你姑且不論這樣攻擊 造成多大的損失 光是烏克蘭的無人居 去接算不斷的抽集成功 就很難用俄羅斯空防 一時疏忽來解釋 所以你不能講一時疏忽了 對 所以就說 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他就說 因為這些基地遠離前線 防禦鬆散 才會讓烏軍無人機 有了這個 有了得手的可能性 不過無論如何吧 至少證明一點 俄羅斯的防空武器 還有雷達幾乎是完全使不上力 而且中國居然去罵俄羅斯 罵俄羅斯的空軍 罵俄羅斯的空天軍 聽講說你再不改變這種鬆懈作風的話 隨著西方援助的F16 幻影2000 他的戰鬥機跟射程空射逐漸到位的時候 你未來的損失 就不是這樣子的小打小鬧了 對 所以他這也是在這個 某些程度來說 中國未來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說 市長中國在看俄羅斯這場戰爭裡面 他們其實相當有感 特別是我們前一陣子講 這個烏克蘭用ATA CMS的時候 就打爆了俄羅斯的薩姆400 他直接給你 急爆了這個畫面就給你看嘛 而且專門針對你的SARM300 專門針對你的SARM400 對 而且SARM300 SARM400不是不知道 他還發了六媒去攔截你 沒有攔截到之後 我就直接把你摧毀掉 所以他們還放了這樣一個影片 所以告訴你說 中國的這個SARM300 SARM400 假設SARM300 SARM400都不能用的話 中國的空房當然也會有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 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給這個所謂的海馬式的增程 增程到170公里 再加上ATA CMS 有300公里的射程範圍 現在在俄乌邊境的 大概約是300公里的射程 大概占整個俄羅斯國土的16% 都已經陷入到 目前烏軍的炮火之中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軍事基地 還有非常多的航空基地 不過陸戰方面來說 你要想說那陸戰呢 因為目前為止 我先把你的後勤打掉嘛 那陸戰來說 現在前線有發現到 可能是西方的軍隊在這裡面 為什麼 現在西方的偵察小組居然有92個 他說92個恐怖在哪裡 他說 烏軍已經開了一個死亡天野 對 俄軍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前線全部都是美軍 目前為止來說 就是這樣 他們根據這個調查發現 俄軍調查發現說 在烏克蘭的軍隊裡面 就陸戰的這個部分 有92個西方偵察小組現身 其中有14個小組是來自美國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目前為止 在這個哈爾科夫這個 前線這個地方收集情報 然後就Pass給烏克蘭 或是Pass給我們 這個到底誰去攻擊俄羅斯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就Pass這些 所以就是說 目前為止來說 在前線部分 根據俄羅斯的調查 有非常多西方的 偵察部隊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顯見 除了這個 我把你這個軍隊往後逼之後 現在緊接而來的話 可能真正的 這個烏克蘭在陸軍的反攻 也有可能會接著展開 而且在現在出了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是 他最近又有一個蘇凱34 居然墜落了 墜落在哪裡 必須是3 所以現在被認為說 因為我們跟他講 就發動機來講 整個俄羅斯的發動機 大概是天下無雙 你有這樣的發動機有用嗎 不行 你現在在新的戰爭裡面 你就要有晶片 現在晶片裝誰的晶片 裝中國的晶片 現在中國的晶片 裝上了俄羅斯的發動機 照一講你應該天下無敵 沒有 出大事了 對沒錯 最近一段時間 一架蘇34的飛機就墜毀 然後他就說是技術故障 但是技術故障來說 看起來的話跟引擎應該沒有關係 結果為什麼呢 很多俄羅斯媒體就報導說 搞不好是晶片出了問題 為什麼 因為原本他們從國外進口 它的相關需要的晶片 不良率大概是2% 結果沒想到他們從中國 因為後來只能改用中國 結果改用中國之後 俄羅斯這個中國晶片 故障率40%啊 從2到40% 對也就是說我飛出去的話 40%的機率有可能會故障 所以它是不是因為這些原因 因為美國已經封鎖了 俄羅斯拿到美製武器晶片 相關的可能性嘛 像這個就直接摔進去了 對就直接就這樣 所以就知道是不是晶片出了問題 所以顯見中國 中國在抱怨說 你俄羅斯的武器很爛 可是現在俄羅斯也在抱怨說 你中國你的晶片也很爛啊 好幾位 剛才講說 你在俄武戰場上面 不是開了綠燈嗎 開了綠燈我們就發現說 你就可以鑽馬 先用海馬式 先用ATSEM 專門打哪裡 專門打他的SAM400 SAM400 專門打你油彈庫 然後專門打你一些重要的軍事設施 今天更狠了 今天根本把你的最重要的 蘇凱57給端掉了 還把你的前進指揮所給端掉 可是我們看到 鬼哭狼嚎是誰 中國 中國嚇死了 因為 剛才講了 你就飛機上來講 你沒有比蘇凱57更好的飛機 你如果就防空系統來講 你也沒有比SAM400 更好的防空系統 你用的就是 都是俄羅斯的裝備 結果搞了半天 俄羅斯的裝備 在戰場上真的不經打嗎 如果俄羅斯的武器 在戰場上不經打 那中國的武器能打嗎 對 我們都知道 中國很多都是買二支武器 而買過來之後 中國自己再去改造 比如說那個蘇系列的 是從俄羅斯買過來的 然後兼系列的是 中國自己去製造的 但是你知道 當時的俄羅斯賣給中國 以及賣給越南 或賣給印度 通常比較好的是賣給越南跟印度 賣給中國是比較差一點的 那如果你連在俄國自己所使用的 都那麼的糟糕的話 那賣給中國一定是更糟糕 不是嗎 所以你說中國的武器 比俄羅斯武器是次一等的 是次一等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這一次端掉的蘇57 你知道端掉兩架 俄羅斯的蘇57幾架 你知不知道 不是20架嗎 22架而已 那22架就端掉兩架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 10分之一左右 基本上就被西方國家端掉了 好了 那現在一個問題存在了 為什麼要端掉五代戰機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接下來 烏克蘭拿到的是什麼東西 F16或者是幻象2000 這些屬於第四代的戰機 第四代戰機 如果要跟第五代戰機 纏鬥的話 基本上第四代戰機 還是會有點懼怕的 不過我先來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的第五代戰機 連起飛都沒辦法起飛 所以這時候呢 烏克蘭來講的話 會軍心大政了 而對俄羅斯這邊來講的話 他會認為說怎麼辦 突然間我這個東西又不見了 這個東西又不見了 那個對軍心來講 心理上的震撼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說 現在整個烏克蘭 或者美軍的策略就是 他接下來F16就要上場了 幻象2000也要上場了 他現在要幫幻象2000F16 掃除所有的障礙 第一個 地面的飛掉把你端掉 第二個是 你有可能跟我對戰的武器 飛機我也幫你先端掉 薩姆400 薩姆300 現在告訴你說沒有用 你的防空系統完全沒有用 接下來告訴你 端掉你的第五代戰機 然後第五代戰機的話 你要起飛也不是 不起飛也不是 你起飛的話 有可能也不曉得 從哪裡來的炸掉 你不起飛的話 放在機場停機坪 有可能也被人家炸掉 所以你看他們要自保 趕快自保第五代戰機 所以這時候 你看想想看喔 如果那麼多的蘇系列戰機 蘇27 蘇34 蘇57 為什麼偏偏去挑蘇57來炸 為什麼不去挑 其他的蘇系列戰機炸 就是先把你的第五代戰機斷掉 說你沒有用 請人先請我 是 我現在第四代戰機升空之後 接下來就跟你纏鬥 所以這是目前的問題 接下來我覺得更麻煩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明天開始 G7就是七大工業國開會 意大利開會 他做一個決定一件事情 把所有G7境內的所有俄羅斯資產 全部凍結 凍結完之後 包含他的資產所衍生出來的利息 全部以後交給烏克蘭 你知道上一次做這個動作是歐洲聯盟 對 但是這一次來講的話 因為這過程當中 德國 日本等等這些 這比較講究法律的國家 他們說這個人家的資產 你就把人家沒收 這樣凍結 這樣是合法嗎 怕衍生後面的賠償問題 但是現在已經達成共識了 明天開始 法國 美國還有日本 德國都達成共識 就是境內的資產 你知道 包含在德國法國境內來講的話 就可以高達一年25億歐元 就可以提供給烏克蘭的 真的就是說資息 利息 對他利息 但本金來講有2500億左右的歐元 這時候還暫時先凍結 但是可以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意思呢 俄羅斯現在已經沒辦法了 俄羅斯他現在在海外來講 你看這影響到什麼東西 影響到國際上的商譽 國際上的信用評比 對 或是國際上的一些 他的一個 包含他的貨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知道說 所以現在西方世界 是敢把俄羅斯的資產充公的 是 你包含這個什麼 在軍事上 在金融上 在這個所謂的貨幣上面等等之類的 都開始在搞俄羅斯 所以等於是說 今年來講的話全面進攻 在全面進攻 反撲的情況之下 看俄羅斯能不能就範 不過這時候 中國其實頭最大 在金融上 看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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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將美國 看俄羅斯 例 determining